诶 今天呢 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在先驱者试玩版中快速的刷金色武器 也就是最高等级的武器 这种方法呢 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需要完成试玩版中的主线剧情 这个剧情大概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其次 推荐呢 玩家的世界等级达到世界等级05 在05等级中呢 敌人等级虽然加2 但是呢 掉落物品等级也加2 并且传奇掉落几率修正加成 加了25% 这也就是目前试玩版中掉落率最高的等级 好像是一句绘画 那方法很简单 首先呢 在我们游戏过程中按菜单键 然后直接返回游戏大厅 这时候呢 选择 左下角 选择剧情点 选择最后一个任务 与雅各布交谈 已前往第一层 然后继续游戏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它会重置地图中的武器箱子 如果说不重置的话 在地图中的装备箱子呢 就不能重复打开了 而如果选择刚才的选项的话 在地图中的所有的装备箱子都会重置 重置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和希拉聊天 成绩一个支线任务 也就是这个 前线的状况看起来并不乐观啊 重新开始任务 接受 OK 这时候呢 我们就去传送点 任务地点呢 就是在左前方 那我先说一下 这个任务中 会有两场战斗 一个是在这里的战斗 这里的战斗呢 只有几个杂兵 打完呢 就可以前往这里了 在这里的战斗中呢 会有一个小的精英boss 打死他 会有更高的几率 掉落传奇装备 当打死传奇boss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主动地 被附近的小兵打死 然后重生呢 就会重生在这一个boss战之前 我们就可以反复地刷这个boss战 下面呢 是实际演示 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 挖个框 然后直接进入脆弱大地区 跳过巨型 直接跟他们打招呼 OK 这样子的话 第一场战斗就结束了 兽哥 火中做自己 好的 之前熟的重置箱子 也就是这样的装备箱子 如果不重置的话呢 这个箱子基本上就是开着的 无法再重复开 OK 然后清理道路 就进入了第二场战斗区域 记住这个点 这个点呢也就是我们重生的地点 进来之后 这个场地里呢 会保证有一个小boss 我们就是来刷这个一个小boss的 就在这里 他的头上会有个骷髅图标 他想用技能 我们打断他一下 好 这算是死掉了 这算是死掉了 然后 其实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选择 被这些怪打死 但是 先等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箱子 还可以开一下 然后为了 这个装备 获得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选择 把场上的小怪 清一清 只剩一个小怪 也可以 如果你的装备并不是特别给力 或者你想刷一些其他的装备的话 蓝装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只要保证 场上有一个小怪 能把你打死就没问题 那么他就很幸运的 成了 能把我们打死的小怪 你回回头 那这里说一下 游戏中呢 会有装备自动减取的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你死亡的时候 地图中还有其他装备呢 也不要惊慌 在你重生的时候会自动失去 但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死亡的时候 这个装备 没有完全的落地 是在半空中的话 有一定几率 你不会捡到这个装备 所以呢 就要确保 在你打死精英怪的时候 他掉落的物品呢 已经完全的落地了 这时候你才能死 那基本上 这个刷boss的方法呢 就是这样子的了 通过反复的死亡 来刷这个小精英怪 好处就是 他不会很长时间毒条 只有你死亡时 会毒条一小下 而这个毒条呢 会比走一个新地图 毒条的时间呢 要短很多 那我先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我目前来说 获得的唯一一个装备 巫毒月老 非常强力的一个突击步枪 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喜欢使用突击步枪的 所以这把枪呢 非常适合我 OK 哎呀 人已经来这了 哎 用错武器 因为我们在武器界面的时候呢 游戏 它并不是暂停状态的 所以刚才我给大家看武器的时候 其实战局已经开始了 没关系 都一样 我们可以从左上角小地图中 看到boss的方位 阻断一下 哎 它好像有一个技能是 可以复制自己啊 回回血 回回血 如果你觉得自身装备已经很好了 不需要刷这些蓝装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过来 把boss打死 然后看他boss掉落 哎 就可以自动死亡了 啊 还是给一个蓝装 没关系 这种游戏 是吧 给蓝装是正常的 我这一次呢 什么装备都不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自动拾取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箱子就是已经打开的了 它并不会重复的开启关闭 OK 哎 场上还有两个人 行啊 就这样吧 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我没有剪任何地图中的装备 但是呢 在死亡的时候就会自动失去 这一次呢 我们来直接干boss 直接一个阻断 哎 他就直接死亡了 然后掉落两个绿装 真抠搜 和这个狙击手掉落的装备是一样的 你说抠不抠搜 这些绿装 蓝装什么的 也可以卖给商人 卖给商人呢 换取零部件 然后我们再可以 用零部件购买商人贩卖的蓝装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夏冲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